ALS是一种罕见病 每10万人当中会有大约46人 罹患这种疾病 而我们熟悉的霍金 得的就是这种病 霍金被诊断为ALS的时候是21岁 医生说他只有两年可活 天才的大脑也足够幸运 他的病情的进展比通常的病人缓慢得多 今年3月14号霍金病逝享年76岁 他作为剑动病人在世上度过了55年的生涯 创造了剑动人病的奇迹 没想到这海绵宝宝的作者也是得了这种病 今年继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去世之后 海绵宝宝的作者也离开了 我们确实特伤感